县长许正位关心基层医护人员的工作情形 由于国内疫情升温部分照护单位医疗物资库存告急 县长他指示卫生局调度资源防疫物资 亲自把N95口罩快塞试剂还有隔离一等防疫物资 送达到卫福部东区老人之家还有黎明教养院 也感谢前线防疫医护人员守护乡亲健康 县长许正位感谢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为乡亲服务 呼吁所有县命多加注意身体状况 防范疫情人员有责如有发烧龙痛等症状 请尽速就医 共同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以及保护他人健康而努力 其他许正位表示新冠状肺炎已经进入社区流行阶段 外出请务必全程戴上口罩 落实个人防疫措施 避免非必要的移动活动或集会 共同严守社区的防线 卫生局长最大想要呼吁乡亲近书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疫苗可以降低感染以及产生中症的风险 尤其是针对长者 因此防范Omicron的感染 请家中三位四代疫苗的长者 可以透过县府提供服务措施 近书完成疫苗的接种 尽早得到护力 现在许正位也关心基层医护人员的情况 由于国内疫情升温部分 照护单位医疗物资库存告急 现在许正位指示卫生局 教度资源防疫物资 进次将N9口罩快塞试剂 隔离一等防疫物资送达到 卫生福利部东区老人之家 以及联名教育院 并且感谢前线防疫医护人员 守护乡亲的健康 记得订阅和收藏